看下有肥有瘦 这个肉还是拉丝的 你看了没 有丝 来看一下 我买的这个咋样 买这么多肉干什么吃 这不是快过年了吗 咱们自己灌点香肠 咱自己这个是好猪肉 吃得也健康 先把这个瘦肉和肥肉给它分开 咱们灌香肠呢 最好是选择这种二分肥八分瘦的 前腿肉也行 后腿肉也行 再也对边切开 切成大块 先给它放盆里 咱们洗一下 往里边给它撒一些面粉 给它抓洗一下 这样起的肉吃起来更干净 这个肉我又清洗了两遍 然后用干净的布 给它蘸干水分 也可以晾干水分 把这个瘦肉先给它切成大块 把这个肥肉切成长条 再给它切成小丁 这样吃起来它不腻 切好之后放入盆里 你看切这么多 我这里一共准备了八斤肉 这个五斤啊 咱做五香的 这个三斤呢 做那个广式的 咱准备的调料呢 有香叶 桂皮 八角 肉蔻 桂圆 还有这个山楂 我要为了省事啊 直接买这个现成的 这个还方便 下手给它抓拌均匀 这个是广式的料 这个一袋是做六斤的 咱倒一半就行 都给它抓拌均匀之后 咱们给它腌制上一个小时 准备一袋这个肠衣 先给它泡一下 先给它泡上二十分钟 把这个肠清洗干净之后 再往里灌点水 把里面再涮一下 用一个勺子 把肉放在这个锅肠器里面 咱先挤出来一点 露出点一点肉 把这个肠衣 给它放在这个上面 投入这个地方呢 给它打个结 隔一段 记一下 对 这个长度 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就行 咱用这个针或者牙签 给它扎一下 排排气 看一下 咱都灌好了 给它放到阴凉电脑 晾上三天 给它阴干就行 看一下咱的香肠已经晾好了 看一下 是不是有点感觉了 嗯 就是有点少 我感觉那一嘴肉浓缩不少了 是有点少 还是再做一次 温水给它上锅蒸 粗一点的 给它蒸成二十分钟 细一点 蒸成十五分钟就行了 时间到了 咱打开看一下 真带劲 可以晾一下 就得切成薄片 看看有肥有瘦 看下这边大肉粒 哎呀 这个肉还都拉丝的 你看了没 肉丝 哎呀 看这个香肠 带劲啊 怎么样 满口流汤 自己做比外面卖的还好吃呢 是吧 这肉肥而不腻啊 喜欢吃这个香肠的姐妹哈 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 真的是挺好吃的 自己做呢 还干净卫生 咱自己用的这个肉也是比较好的 过年来 一盘这个自己做这个香肠 超级有成就感 而且超级好吃 对 来客人的时候让人一看 哎呦 倍儿有面子 是吧 一 二 二 一 二 一 一